传言半神之躯 马歇尔王也曾是一个凡人 直到他独自从天狱归来后就变得无人能敌 他的手下有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 他们穿梭天际从不在某颗星球定居 目标只有一个 前往宇宙中的黑暗之地天狱 他们常年在宇宙中烧杀抢夺 并且捕捉星球上的人改造成死亡使者 所有不服从改造的人都会被杀死 接着整个星球也会被他们用尖心炮彻底摧毁 但一条预言让马歇尔王彻夜难眠 预言说他会被一个复仇者杀死 马歇尔王相信了预言 于是为了防止自己断送帝王之路 他带领舰队来到复仇之星 杀死了星球上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婴儿 但他并不知道其实还有一个人活着 那就是我们的主角雷哥 如今的雷哥是全宇宙排名第一的通缉犯 他正在UV星系的第六行星上隐居 突然这一天 一伙不速之客来到UV6抓捕雷哥 雷哥在高墙之间反复跳跃 飞船上几人的攻击根本无法命中雷哥 为了查清楚这伙人是怎么找到自己的 雷哥故意假装中枪 想引诱猎人驾驶飞船进入山洞中 但没想到这帮人还挺聪明并没有上当 雷哥健壮也不装了直接站在洞口挑衅 没想到这招却奏效了 对方直接气急败坏地冲入山洞中 但山洞实在太狭窄 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其中穿梭 此时雷哥已经化身猎手 轻松解决飞机两边悬挂的机枪兵 猎人只能听到同伴发出的惨叫声 却看不到同伴的身影 突然雷哥来到飞船上方 直接打飞了一个机枪兵 猎人队长终于知道慌了赶紧撤离 但雷哥此时已经偷偷溜进了机舱中 开始疯狂嘲讽队长 雷哥面对这种小卡拉米三两下就将其制服 接着逼问对方是谁发布的悬赏令 队长怕死赶紧说是在海克星上接到的任务 雇主花了150万悬赏他的人头 当雷哥听到海克星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曾经救过一个牧师和小女孩 而他们就居住在海克星上 当年为了不连累两人 他交代牧师照顾好女孩以后就离开了 后来就一直隐居在UV6上 自己的行踪只有牧师知道 很显然牧师出卖了自己 愤怒的雷哥直接把队长丢出飞船 然后驾驶猎人飞船离开了UV6 前往牧师所在的海克星找他当面对峙 雷哥作为宇宙中最厉害的杀手 他从不会放过任何出卖自己的人 飞船进入太空后雷哥设定好航线 随后将自己的手臂接入血液冷却装置 很快仪器产生作用雷哥进入休眠状态 休眠期间脑海中一直浮现出复仇星的画面 过了不知道多久飞船成功抵达海克星 但这里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一架战斗机直接拦截雷哥的飞船 对方让他降落到地面接受检查 然而一代枭雄雷哥怎么可能甘心接受检查 只见他驾驶飞船绕到战斗机下方 然后直接抬高机身和对方硬碰硬 战斗机直接被撞到失速坠落 接着雷哥降低飞行高度躲避雷达的扫描 成功降落在繁华的海克星之上 等牧师下班回到家 雷哥已经整理好形象在此等待 简单说了两句 雷哥直接掏出刀就要弄死他 但牧师突然说自己有理由 自己想用这种方式找到雷哥 他需要雷哥的帮助 但雷哥表示找人帮忙还得雇人杀了自己吗 这不是纯扯淡吗 牧师连忙给雷哥道歉 想让他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这时牧师的女儿和妻子走了出来 并且还叫出了雷哥的名字 雷哥的态度这才发生变化 因为他从没见过牧师的妻女 但对方却能认出自己 而且还不害怕一个陌生人出现在家里 女儿还能讲出雷哥的英勇战绩 牧师说这只是他闲来无事给女儿讲的故事 看来牧师说的都是真的 他一直没有忘记雷哥的救命之人 最终雷哥原谅了牧师 但他也想知道 为何牧师要冒着杀掉他的风险找来自己 牧师说附近的一些星系都消失了 他担心接下来就会轮到附近的星系 而且他想起一个预言中的末日 整个宇宙都会被死亡使者毁灭 接着牧师找来发布悬赏的元素一族 雷哥直接拔刀相向 元素使者一点都不慌告诉雷哥 现在宇宙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马歇尔王领导的死亡军团 正肆无忌惮地在宇宙中摧毁星系 转化或消灭沿途的一切生命 如果想阻止死亡军团需要宇宙重新回到平衡 而预言中马歇尔王唯一的对立面就是复仇者 但当年马歇尔王屠杀了整个复仇之星 甚至连婴儿都没能幸免于难 然而有个小孩并没有死 元素使者说雷哥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孩 随后他问雷哥是否有见过自己同族的人 是否知道自己来自哪里 听到这些话雷哥陷入沉思 接着牧师说在星系大会时听到了这个故事 所以便把雷哥的特征告诉了元素使者 突然这时门外传来异动 雷哥并不想管这些事情转身欲要离开 牧师见状直接说当年那个小女孩有危险 听到小女孩雷哥直接愣住 这时门外的士兵冲了进来要查房 他们怀疑白天来的雷哥是间谍 雷哥看到士兵对牧师的家人动武 身为家人侠的他立马翻脸 在原地等待士兵来到二楼 士兵打开房门的瞬间雷哥将蜡烛熄灭 凭借夜市在黑暗中打倒了所有士兵 然后询问牧师小女孩的下落 牧师说小女孩为了寻找雷哥不小心杀了人 最后被抓住关在满是烈火的星球 关押的星球叫啥他记不清了 只知道那里的地表异常炎热无法生存 雷哥听完知道星球是火葬星 立马启程营救小女孩 而此时天空中划过很多彗星 正是马歇尔王的死亡军团 无数战舰如同陨石一般坠向地面 海克星的星球防御系统立马启动 但却无法伤其分毫 一时间整座城市陷入战火 所有的平民赶紧躲到防空洞当中 雷哥站在高处 看到一艘巨型母舰砸到星球表面 巨大的冲击波席卷周围的建筑 电力系统全部瘫痪 接着马歇尔王的无人机编队全部出动 清扫着城市的每个角落 准备将这个星球的武装力量全部消灭 海克星赶紧出动战斗机进行拦截 但面对如蝗虫过境般的无人机群收效甚微 很快死亡军团的陆军部队就登陆到地表 对城市中的地面部队展开清扫 看到这个场面 雷哥终于相信牧师说的话 赶紧折返营救牧师 与此同时 海克星陆军包围了一支死亡军团的小队 但没想到对方根本不怕死 直接正面硬钢 而且在交死的时候 启动了一种高科技武器 这种同归于尽的战略 很快就将海克星的地面军消灭殆尽 一些溃不成军的士兵躲藏在周围的废墟中 但死亡军团中还有一支特殊的侦察部队 他们头戴发着蓝光的热成像设备 牧师一家也很快被他们发现 为了保护家人 牧师独自引开了敌人 慌乱之中跑进了一个死胡同 一名死亡军团的军官拿着战斧追来 知道自己躲不掉的牧师主动和敌人决意死战 另一边 躲起来的母女二人也被侦察兵发现 好在雷哥及时赶到救下母女 随后赶紧去找牧师但还是晚了一步 等他赶到 牧师的尸体已经出现在楼下 雷哥捡起地上的项链心中涌起怒火 他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给牧师报仇 经过一晚上的屠杀 海克星的武装力量很快全军覆没 马歇尔王又一次轻松掌管一颗星球 他的死亡军团太过强大 随后他在广场上举行盛大的仪式 展现着死亡军团的实力 接着游说海克星的人名皈依到他的座下 一开始人民还不愿意妥协 他们觉得死亡军团的人背弃自己的信仰 海克星有很多种信仰 但他们认为死亡军团就是一个邪教 直到出头鸟被马歇尔王掏出灵魂 剩余的人看见这残忍的一幕赶紧跪下 正如传说中说的一样 马歇尔王拥有神力可以摄取人的灵魂 之后没人再敢反抗他 但人群中却出现一个光头帅哥毅力不到 正是家人侠雷哥 死亡军团的二把手瓦克剑撞 警告雷哥 这是他最后一次跪下臣服的机会 雷哥表示自己不会臣服任何人 瓦克见他不知死活摘下头盔 但雷哥却根本不鸟他指向他身后的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杀死牧师的凶手 雷哥当众向他发起挑战 瓦克剑撞也不再说话走到一边 人高马大的侍卫举着双斧杀向雷哥 雷哥躲闪顺势拔下侍卫背后的匕首 接着一顿丝滑小连招将其斩于马下 在场的人惊讶地看着雷哥 这可是马歇尔王最强的侍卫之一 这成功吸引了马歇尔王的注意 走到雷哥的面前告诉他 在死亡军团中胜者为王 他可以进入死亡军团接替侍卫的位置 转手将匕首送给了他 雷哥对此不屑一顾服了马歇尔王的面子 但马歇尔王和雷哥接触的时候觉得 这个人非常眼熟 始终觉得在天狱见过这个人 但雷哥不客气的话语也彻底激怒了他 下令将雷哥抓住带回基地改造 雷哥做事就要杀光死亡军团 这时马歇尔王后挺身而出阻止双方开战 他想请雷哥到一旁单独聊聊 雷哥见状也顺势答应下来想探探对方虚实 随后王后将他带到宫殿内部 雷哥得知以前的六任马歇尔王都在飞船上生活 接着他看到皈依的人都被两个戾气刺穿脖子 这些人享受痛苦用以转生 随后雷哥被带到一间密室 这里的机器可以给坚定的人洗脑 往后将它引到洗脑设备上 随着机关启动 雷哥的武器和身体都被吸在地上 马歇尔王更是亲自到场观摩 想着自己又要有一名厉害的侍卫非常开心 机器洗脑之前需要入侵大脑读取记忆 随着机器的扫描雷哥的记忆逐渐浮现 一开始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回忆 直到雷哥的记忆中出现复仇之星的画面 马歇尔王有些失神 赶紧让手下查询他到底是谁 还有没有存活的其他复仇者 记忆显示雷哥是复仇之星最后的幸存者 马歇尔王想起了30年前的预言 吓得他惊慌失色赶紧下令处死雷哥 没想到控制仪器的手下却突然关掉了机器 雷哥赶紧捡起匕首轻松解决冲过来的敌人 接着从一旁的仪器中逃出 马歇尔王赶紧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抓住雷哥 雷哥成功逃到大街上 但身后出现紧随而来的战舰 眼见就要抓住雷哥 突然两发导弹直接从暗处射出将战舰炸翻 接着身后走来五个赏金猎人 领头的正是之前被他扔到UV6的那个人 他是根据飞船上的追踪器找到这里的 雷哥倒也不意外 只是问他们为何来得这么慢 随后束手就擒想搭个顺风车离开这里 但军团的侦察兵也追踪到了他们离开的痕迹 马歇尔王立马派出他的副手瓦克 势必要将雷哥这枚定时炸弹彻底铲除 马歇尔王其实能感觉到瓦克的不对劲 但他一直只是觉得他不够坚定 不曾想马克暗中已经和王后搞在一起 王后甚至还怂恿他篡权夺位 瓦克有很多次试探 但都被马歇尔王的魂迹发现 现在雷哥的出现终于让两人有了机会 与此同时 猎人队长正在考虑将雷哥送到哪个监狱 这时雷哥开口了 附近的监狱星球只有三个 其中有两个环境特殊 连起落架都没有的破飞船根本无法抵达 只剩下一个就是火葬星 猎人队长的想法和雷哥差不多 所以设定了前往火葬星的航线 可见雷哥属于智勇双全形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 飞船终于抵达了火葬星 这个星球就是一个浮现在世间的炼宇 被阳光照射的半球温度可以达到700摄氏度 但另一面的温度则是低到了零下300摄氏度 此时阳光已经开始在监狱门前出现 好在一行人有惊无险 在太阳完全升起之前成功抵达监狱停机库 随后五个猎人持枪驾着雷哥前往矿车 然后将其五花大绑捆在车上 他们要前往地下29.4千米的深处监狱 只有这种监狱才能关注雷哥 有一个猎人出言挑衅 声称结束以后雷哥的护目镜就要归他了 这雷哥咋能忍直接找准时机将他顶飞 猎人撞到隧道突出的石头直接暴毙 很快他们就到达监狱入口 一群狱警走出将他们带进监狱 雷哥被吊在最深处的牢房 猎人队长则是在和监狱中谈价钱 没想到监狱长直接压价到70万 队长不愿意接受瞬间两方剑拔弩张 监狱长发现猎人不好欺负 赶紧执行缓兵之计 声称给自己一些时间重新算算价钱 猎人们就当作客人在这里住几天 队长不肯退缩说到只能给监狱长一天时间 这时雷哥已经被放到监狱底部 有很多老犯人出现忍不住呲牙咧嘴 他们想给这个新人找点事 但雷哥可不是一般人根本没有理会 转身开始缠绕起身上的绳子 利用强大的力量将自己拉到高处 脱困后周围的犯人一拥而上想将其打趴 有人还想偷袭但却被神秘人牵制 雷哥反应过来解决掉此人后发现 帮助他的神秘人竟是一个女人 本想继续看清楚但对方已经消失不见 这时监狱老大走来想招揽雷哥 雷哥根本不鸟他说自己只是路过 随后转身离开 刚走出去没多久 那个女人就出现在身后用刀抵住雷哥 但女人并没想伤害他 反而被雷哥直接拎起 随后交谈中确认了他就是自己要找的女孩 但女人却从口中吐出刀片割伤雷哥的脸 告诉他以前的小女孩已经死了 现在他叫凯拉 凯拉在监狱经历了许多生死 最终成为战士 随后监狱突然宣布开饭了 但囚犯们并不开心反而紧张地看着周围 因为开饭的其实是监狱中的烈焰犬 监狱用这种方式定期清理人口 一旦被灵敏残暴的烈焰犬盯上 多半就会成为他的盘中餐 凯拉的面前就走来一只烈焰犬 但他并不怕直接一个大跳逃过狗狗的攻击 狗狗便顺势吃起了其他人 雷哥作为一代枭雄是不可能进入牢房躲避的 所以单独躲在一个隐秘的角落 一只烈焰犬找到雷哥 但没想到狗狗仅和他对视了一眼就变乖了 监狱老大走来发现狗狗正趴在他的身旁 直到哨声响起才不情愿地回到笼子中 另一边逃脱的凯拉又遇上几个禽兽预警 接着搜查的名义准备占他的便宜 其中一人直接疯狂吃豆腐 凯拉直接不忍了将其一角踹倒在地 但对方人多势众还是将他打倒 这时雷哥出现端着茶杯慢慢走来 警告众人有三秒钟时间赶紧离开 但对方不怕死地非得和雷哥碰一碰 结果却被雷哥手中的茶杯一击毙命 剩下的两人吓得赶紧摆出防御阵型 但看到雷哥又捡起一根小铁棍放在石头上 凯拉在一边全程目睹雷哥的牛掰 但他还是没有原谅雷哥 他从小就把雷哥当成家人 几年前雷哥不辞而别 凯拉一直以为他不要自己了 埋怨他这么多年为什么都不来找自己 雷哥解释赏金猎人常年抓捕自己 为了保护女孩的安全才独自到UV6上躲藏 虽然两人都不知道对方最想要的是什么 但听到这些话的凯拉还是原谅了雷哥 到了晚上 狱警们将控制室声道通到顶端 给监狱通风唤气 雷哥看到这一幕觉得这可行 准备带着凯拉一起离开 凯拉已经渐渐相信雷哥 主动替雷哥说话 控制室中赏金猎人正与监狱长交谈 监狱长告诉他们 自己刚刚探测到了死亡军团的踪迹 这是一个大麻烦 所以必须搞清楚军团来干什么 交谈中猎人无意中说出是从他们那里抢来的 监狱长瞬间愣住了 他不敢相信有人敢抢劫马歇尔王 结果下一秒双方爆发激烈的枪战 雷哥等人看着头顶上的控制室中发生战斗 双方死伤惨重 猎人队长见状赶紧顺着绳子降下 却正好被雷哥看到 只见雷哥一个大跳抓住绳子 顺势来到控制室中 看到地上的设备中出现死亡军团的站检 雷哥也是明白了怎么回事 没想到马歇尔王这么快就追了过来 他赶紧打开所有囚犯的牢门 准备带着愿意跟随自己的犯人离开 但这时电梯已经被损坏 监狱长正带着几个狱警走应急通道 前往30公里外的停机库 现在只有赏金猎人的飞船可以逃离这里 但通往停机库的通道已经被封闭 众人决定在地表前进 但他们必须快速移动避开阳光的照射 在预警之前到达停机库 但爬上来的猎人队长却说这是不可能的 莫人可以跑得过阳光 当然他也没有跑的机会 雷哥直接将他关进两边都是烈焰犬的笼子 随后赶紧带着众人乘坐控制室来到地面 时间紧迫太阳马上就要升起 如果被阳光照射超过三秒就会化为灰尘 所以很多跑不快的人选择留在这里 只有几个囚犯愿意跟随雷哥冒险 众人在地表飞奔跟太阳赛跑 虽然众人移动的速度不慢 但阳光在后面追赶的速度更快 甚至都能感受到身后的热浪 众人赶紧加快速度 殊不知预警几人已经通过地堡发现了他们 监狱长意识到他们也是去停机库找飞机的 所以打算提前赶到下一个地堡偷袭几人 但等他们累得半死好不容易到了下个地堡 却发现雷哥不见了踪迹 原来他早就来到这里埋伏预警 其中一人直接被雷哥一锤送走 接着两方爆发激烈的枪战 监狱长剑偷袭不成 赶紧关掉地堡 眼下最要紧的是抢先进入飞船 雷哥虽然击退守卫 但时间也因此变得更紧张 身后的阳光越来越近 而前方又是高耸的悬崖 没办法几人赶紧往上爬 雷哥倒是没啥影响很快来到山顶 看到停机库就在山脚下 等所有人都爬上来时 阳光也来到了这处悬崖 众人赶紧躲到有阴影的夹缝中 但在这里被烤熟只是时间问题 接着远处开始有岩浆裹挟着热浪冲来 囚犯都傻眼了 雷哥要来绳子河水准备营救凯拉 让其他人先走 然后浸试自己的大光头 直接一个大跳跃起顺势 将绳子套在石柱上 在热浪席卷的前一秒成功救下凯拉 一个做死的囚犯探出头吃瓜 结果热浪将他连皮带肉彻底烧成灰 凯拉看着眼前浑身冒烟的光头帅哥 瞬间就沦陷在雷哥的英俊中 来不及休息 几人赶紧朝着停机库前进 但到了附近突然听到军队的声音 爬上山坡发现正是瓦克带领的死亡军团 从船上下来两个带着蓝色设备的侦察兵 几人赶紧躲了起来 但没想到对方的侦察兵可以透视 直接发现几人的踪迹 瓦克派出小分队准备解决他们 凯拉健壮就要上去偷袭死亡军团的士兵 但雷哥却让他稍安勿躁 正当众人不解以为雷哥被吓到不会判断了 突然停机库的大门缓缓打开 两边的人互相看着对方都有些猛逼 很快狱警反应过来展开攻击 死亡军团也掏枪和对方互射 时机到了雷哥也带着囚犯加入战场 现场一片混乱 狱警这边醉菜很快就全军覆没 好在雷哥的战力极高一个人可以打整个连队 但死亡军团的人数实在太多 而且瓦克还在暗中偷袭 虽然雷哥用一个怨种士兵的身体成功挡下 但自己也被巨大的冲击波纤翻在地 瓦克上前准备杀死雷哥 突然被雷哥解救的囚犯杀出想支援雷哥 但瓦克的战斗力太强 最终他也隐恨西北 现在只有凯拉还活着 但他一个人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雷哥被包围 正当瓦克准备动手杀掉雷哥 突然周围的时空开始变慢 接着一个幻境从瓦克身后开始蔓延 幻境中出现一个女人 他说整个复仇之星都是被马歇尔王毁掉的 要求他为复仇者人报仇 而且还有一个印记能将复仇者的力量激发 说着一只手按住雷哥身上的印记 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在他的体内爆发 直接将周围的敌人全都轰飞 凯拉赶紧看看这是怎么个事 看着躺在地上的雷哥还以为他已经死了 此时阳光已经开始照亮停机库 瓦克也顾不得别的 打算留雷哥在这被烧死 然后赶紧带着士兵逃生 凯拉也被他一起抓走 但使者在一旁并没有离开 他赶紧将昏迷的雷哥拖向停机库中 没一会儿雷哥猛地惊醒 发现外面的气温已经到了700多度 看着死亡军团的飞船 雷哥猜测凯拉也在上面 突然死亡使者出现在身后 就是他将雷哥救下 接着他拿着匕首走向雷哥 雷哥对他充满戒备不清楚 他到底想干嘛 直到他掀开衣服露出雷哥同款印记 雷哥这才知道他也是复仇之星的遗骨 他这些年一直潜入死亡军团当卧底 先前也是他暗中救下雷哥 他的灵魂被马歇尔王改造 只有一半属于复仇之星 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完成复仇 直到看见雷哥才重新燃起希望 为了实现预言将雷哥变成最后一个复仇者 他走到热浪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雷哥看着这一幕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都要解决马歇尔王 与此同时 瓦克已经回到死亡军团指挥舰上 将雷哥死亡和使者失踪的消息告诉马歇尔王 虽然马歇尔王对于失去得力助手感到悲痛 但雷哥死亡的消息还是让他非常高兴 直接给瓦克举行授锋仪式 瓦克却高兴不起来 他后悔没有亲手杀死雷哥 不能百分百确定他死亡 雷哥的死讯终于让马歇尔王心中的石头落下 但因为没有亲眼看到雷哥死亡 他始终还是有些不太放心 于是他找到元素使者询问雷哥是否真的死亡 但元素使者支支吾吾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马歇尔王瞬间又有了不祥的预感 迫于压力他下达了最终指令 即刻启程全速前往天狱黑暗空间 寻找他们一直向往的乐土 另一边 王后正在巡视舰队 突然身边闪过一个人影消失在卫队中 王后与之对视之道这个眼神绝对是雷哥 战舰毫无预兆地突然升空 很多来不及回来的士兵被扔下 接着终极毁灭武器开始预热 打算将这颗星球化为灰烬 与此同时 王后找到瓦克告诉他雷哥没死 瓦克虽然不敢相信 但还是准备去告诉马歇尔王 但王后却不让他去 因为被马歇尔王知道以后一定会惩罚瓦克 倒不如趁着他们两个人互相残杀 他可以和瓦克坐收渔翁之力 雷哥潜入指挥舰后杀死了发现他的守卫 而守卫被带到了马歇尔王的面前 通过查看守卫的记忆 他也得知雷哥没有死 赶紧命令全员搜查雷哥的位置 雷哥看准时机 直接杀死两个禁卫来到马歇尔王身边 刚准备对其一击毙命 没想到马歇尔王反应还挺快 直接反手将雷哥摔了出去 瞬间周围的士兵围了上去 但马歇尔王却制止了周围的士兵 接着召唤出来一个人 雷哥定睛一看 竟是被转化成死亡使者的凯拉 马歇尔王再次抛出橄榄枝 并且让凯拉对他进行洗脑劝说 雷哥没有理会凯拉说的话 只是再三询问凯拉是否还和他站在一起 但凯拉仿佛没有灵魂静止从他身边走过 雷哥看着自己的一切都被他夺走 心中燃起怒火 但却被马歇尔王躲过 接着他说这是第一次有人能伤到他 马歇尔王直接上头和雷哥正面对决 拥有疑形换位的他轻松就将雷哥打飞 最终败给马歇尔王 马歇尔王准备将他的灵魂抽出 却没想到雷哥的意志力如此强 愣是无法将其带出反被雷哥一巴掌打飞 丢了面子的马歇尔王直接开大 疑形换位顺势拿起长枪 有了武器的加持雷哥更不是他的对手 被打的节节败退最终又被制服 眼见雷哥就要被杀死 观战的瓦克站不住了 如果雷哥死了恐怕下一个就要轮到自己 马歇尔王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清醒过来的凯拉在背后捅穿了他的腰子 但这一击也没能杀死马歇尔王 反被他一拳打到布满尖刀的柱子上 利刃刺穿心脏看样子是活不成了 雷哥看着这一幕彻底暴怒 然而这是瓦克跳了下来 马歇尔王还想让他帮忙杀了雷哥 没想到他竟然是冲着自己来的 眼见大斧子举起 马歇尔王赶紧施展一行换位 却没想到换位的终点雷哥也举起了刀 看着进退两难的局面 还是决定不要被叛徒杀死 直接位移到雷哥刀下 最终千算万算的马歇尔王 还是被复仇者杀死 往后看着这一幕崩溃的呐喊 他和瓦克谋划了这么久 到最后也是一场空 杀死马歇尔王之后 雷哥抱起凯拉 眼睁睁看着他的生命在自己手中流逝 经历了这一切的他终于泪瘫了 坐在王座上掩面流泪 等回过神却发现周围的士兵全都跪下 根据死亡军团的传统圣者为王 雷哥就这样成了整个死亡军团的王者 瓦克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认了这个心忙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星际传奇2》的剧情比较老套 特效也一般般 而且这闪来闪去的灯光 以及晃来晃去的镜头真的是看得人头疼 故事中虽然有些许个人英雄主义 但考虑到这部电影属于科幻片 主角有点超能力也是正常的 影片主要描写救赎与复仇 雷哥从一个星际逃犯转变成英雄 背负整个星球的血债 不远万里找到马歇尔王清算 范迪塞尔的表演还是很给力的 只是有部分镜头比较夸张 死亡军团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 不同的宗教之间会产生冲突 但侵略行为一定会被制裁 总的来说 电影效果重归重举 一些混乱的镜头甚至可以给低分 不推荐观看原片 看看我的解说就行了 好了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 请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